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基隆市政府为了发展观光 刺激经济消费将在基隆市区内 规划多项的休闲娱乐设施 打造港湾城市亮点 市长谢国良特地到深圳市 考察欢乐港湾 体验乘坐摩天轮等设施 也预计明年在国门广场 打造港警儿童乐园 请问你们这样走一圈 大概三分钟吗五分钟 我们可以设置 就设置 基隆市长谢国良跟副市长邱佩玲等团员 共同考察深圳市的欢乐港湾 并且实际体验摩天轮 跟旋转木马等设施 预计明年在基隆的国门广场 打造港警儿童乐园 希望增加相关亮点游乐设施 吸引外来的游客在国门广场停留 让基隆更好玩 今天来看到这个欢乐港湾的 摩天轮跟旋转木马 我们觉得相当的有趣 那也很多可以给我们参考的地方 我们在基隆有一个地标 叫做国门广场 它是一个距离港湾很近 但是目前是很空旷的一个广场 那我们预计在明年度 有一个港警儿童乐园的活动计划 那这个活动计划是在 这个国门广场 放置一些就是游具设备 那游具设备可以是一座旋转木马 也可以是一座海盗船 或是一座我们现在身处的这个摩天轮 当然没有办法像这个摩天轮这么大 所以这个是我们预订的计划 现在这笔预算也正在议会审议当中 那等到明年度的这个活动 是移动式的办完后 我们就会参考明年度的经验 来去思考说是否要建一个永久式 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摩天轮 这个摩天轮叫什么名字 深圳之星 湾区之光 那这个就是一个固定式的 那固定式的建制的方式跟一个移动式的 那当然有所不同 谢国良说 这次参访深圳的收获相当丰富 带回了很多可以供基隆港市参考的发展经验 未来需要更多的互动交流 那港口我们要好好在商务上面 接近大家的合作 未来我也希望游艇游轮都能够交流 我也希望从蛇口可以直接有游艇 游轮 游轮可以跟基隆港对开 创造更多的游轮旅客跟商机 在城市方面 他们刚做的这个河川治理 我们看到了很适合田辽河 未来治理的一个借境 市长谢国良期望 透过交流与学习 为基隆港市打造更多观光亮点与商机 吸引来到基隆的游客延长停留时间 刺激观光消费 真正为基隆市民谋福利 增加更多的在地就业机会 记者黄日生 陈淑萍 基隆报导 安乐区五福里一处公园 因为儿童罐头邮聚不符合标准 市政府今年初进行封闭 市议员吴华家接获里长陈晴 居民只能够看不能够玩 迟迟没有改善进度 万一有小朋友闯入 恐怕会造成小孩受伤 市政府强调正在跟中央争取预算 将会整体规划新建 安乐区公所已经在11号连夜将邮聚拆除 24小时谁跑进来玩 出了什么事情的时候 到时候一讲说里长都没有处理 公园里拉起了封锁线 地面上的儿童邮聚设施 有的已经秀实 连铁字的攀爬网也断裂 小朋友最爱的摇摇马上 挂着告示牌 镜子玩耍 安乐区五福里里长说 这里是里上唯一的儿童公园 小朋友却只能看不能玩 游戏的东西说好像不符合规定 所以他就把它给封起来 那封起来也没有应对的措施 那小朋友怎么玩 那我们这个地方唯一的 就希望市政府 他赶快把它给看 做一个妥善的处理 社区型的小公园 向来是当地小朋友游乐场所 今年初被发现不符合安全规定 遭到封闭 但现在将近一年了 当地居民无奈表示 不知道何时才能够重新开放 向市议员无华家陈琴 下一步要做什么 可以听听大家的意见 但是你危险的这个因子 还在这个地方 不应该放在这边不管不顾 对啊 我们你就叫里长在那边顾 也不可能的 而且24小时 依照今年的年初的规划 应该是要全部的 那个未符合安全标准的 儿童游戏场都应该要拆除 那因为我们这一次会 其实没有得到市府的 这个这方面的资料 但是在最后一次 询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安乐区还有五座有 未符合安全标准的 儿童游戏场还没拆除之外 那我们有两座就是 大五轮三连运动公园 跟我们的安和亲子公园 这两座公园都有损坏的游据 那就目前了解是 两个游据目前都还没有办法 完整的完成修缮 所以这样子算一算 我们现在这样算起来 就有七处危险的儿童游戏区域 森福表示 儿童游据因为老旧 加上不符合规定 原本就有计划 向中央争取经费 新建新的儿童游据设施 安乐区公所已经在11日 连夜将旧的游据拆除 记者 黄少民基隆报导 电动车一旦起火要灭火相当不容易 机动室消防局进行一场灭火试验 并且邀请正好来台宣传形象阅历的澳洲消防员 一起观摩交流 我们这次就是有参考一些其他厂商在针对电动车 消防局举行 透过实地演练 来了解由台湾厂商自行研发的泡沫灭火功效 这次演练也特别邀请到 正好来台湾宣传形象阅历的澳洲消防员 共同观摩体验 刚好就恰逢澳洲的澳大利亚昆士兰的 澳洲的消防人员来台湾做一个交流 我们就请他过来一同来观摩这样不同的设备 然后来做一个不同的观摩交流的感觉 因为会有复燃的一种情形发生 我们现在就在试验说 这样的不同的系统它对复燃 还有刚开始压制火势的效果 还有它的使用的用水量跟用的泡沫量 到底差异性在哪 澳洲他们也很有兴趣 所以让他们试试看 他们后座力的不同 然后还有持用的一些装备的不同 因为在后座力的部分之中 我们要拿的苗子去移动 因为后座力很强 苗子又很重 你要去移动就其实是不好移动 所以我们尽量轻便 然后灭火效率高的一种 这种设备 先进的设备 然后做一个考量采购 他们都觉得很厉害 但是因为我不是专业的消防员 所以还是要问他们 他们觉得可不可以迎进澳洲 但是看起来就那个水量当然是少很多 然后那些泡沫也烧了很多 所以看起来是非常不错 他们当然每个人都想要多学习 对不对 要看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不一定就是澳洲东西都是最好的 也可能台湾的东西也是最好的 所以如果做这样子的交流 当然可以学到更多 对 那灭火坛的话 它一分钟烧三辆车了 你怎么盖 在中国大陆是每天都烧近十几辆 而且地下室整个烧 那你怎么办 所以说你必须 在灭火必须低时间就能消炎 所以我们用很少的水 我们今天这辆车子 射程可以到18米 我们只可以每分钟才用到75升到70升水 那泡沫呢 一吨水只用4公斤 那原理在哪里 因为我们附带的 很更深层的 这一个什么呢 一个在设备上的技术 因为锂电池容易复燃 对消防人员救灾有很大的危害 因此透过试验演练与交流 来持续优化锂电池的灭火方式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天雨路滑开车真的要小心 信义区东光路发生一起 两车对撞的意外 造成两车四个人受伤 交通一度受阻 客运被迫请乘客下车步行 至于这起车祸是刹车失灵 或是其他原因造成 有待警方进一步调查厘清 消防队员将收困车内驾驶 抬上单架 紧急送一急救 东光路发生两车对撞事故 休旅车车头整个扭曲变形 另一台小货车左侧车门全毁 撞击力道相当大 其中小货车是一辆载运收水桶的货车 车上好几个蓝色水桶全都跑到车外 大量收水四处喷飞 修理车驾驶说 下坡时才发现刹车失灵 只能顺的往下滑 接着就撞上占运收水桶的白色货车 救援人员到场将受困驾驶救出 丧失严重 紧急送一急救 东光路因为这起车祸事故 交通一度中断 让开往金瓜石的客运 无法行驶 只能待在原地 不少乘客怕耽误行程 只能够徒步下车行走 改搭其他交通工具 至于车祸意外事故原因 还有在警方进一步调查 记者 黄少鸣 基隆报导 交通违规祭点新制引发不同看法 尤其在道路路幅不宽的基隆市区 更有执行上的困难 基隆市议员员吕美玲 在总咨询时建议基隆市政府 可以增设多元化的邻庭区 并且以劝导取代举发 基隆市议员吕美玲 在基隆市议会总咨询时表示 交通违规祭点新制 已经引起许多民众与驾驶人恐慌 尤其在街道狭小的基隆市区更是如此 因此建议基隆市政府 可以在这些路段 增设多元化邻庭区 同时以劝导为主 这个多元化邻庭区 它可以包括物流业者 送货的富康巴士 或者是真正可以上下的 就是老人家生障的都可以 让他们可以安全的上下车 尤其是一些生障的朋友 他们要靠辅具 如果你没有办法 让他能够安全上下车 实际上你这个就是陷阱 你的陷阱不仅是让他违法 让他祭点 让他处罚他 让他缴钱给国库 这个都不管 但是最重要你还妨碍他的安全 所以呢 我是希望是不是能够设置 看看我们相关的法规 有没有可以来设置 这么一个安全的上下车的环境 那第三个就评估 分段式的弹性开放临庭 对此金融市长谢国梁回应表示 市府目前正在检视 新人事故热点改善区 会请交往处研议 大家都知道我们一路有很多的诊所 那诊所就是很多不便嘛 所以不太可能像您刚刚讲的 停到东岸 停到信二 或停到现在东山寺 然后再一路过来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 设一个这个临庭区 但是临庭区就 真的是一个临庭的区域 而不是说是临庭 就被人家暂停了 所以我觉得占用停车了 所以我想这个热点改善区 我们会跟交通处这边 会后也来跟您一起讨论 我们都是中正区 我家也在中正区 所以我们会了解一下 设一些临庭区热点的 一些检讨等等 金融市警察局长 张素德也澄清 除非是重大交通违规 对一般上下课 或是装卸 则会以劝导为主 如果说那个汽车 它在上下课 或者是上下货 它没有很严重危害交通 没有妨害人车 它是可以劝导 这第一点 那在有关富康巴士 接送残佔身心障碍人士 上下车的时候 警政署在105年的韩市 也有特别规定说 如果是属于 没有严重妨害交通 还是可以劝导免疫情 另外员美玲也关心 天涼盒整治效果不张的问题 想想看 这么多年 我们的天涼盒 有没有干净 一点 说实在没有 它的臭味 有没有 比较好一点 也没有啊 尤其大家看 只要是不下雨的时候 连续15天没有下雨 当然现在可能更多 有时候一个月没有下雨 那个臭气冲天 而且我们的水啊 就变成什么 褐色的啊 这个墨绿色 甚至变成那个 有点红色的 谢国良表示 海洋大学在四海平台上有提出 希望为田辽合作监测后 再提出专案报告 基本市政府将与海大紧密合作 透过海大的专业 厘清未来如何有效整治田辽合 记者张琪辰 采访报导 主要飞来 谢谢 谢谢 我家的一份来下礼拜 可我可以帮我们家打扫一下 一下下就好 这样不好了吧 请谈哦 顾主批用外籍移工 需向政府申请核准 非法留用他人的外籍移工 将处于15至75万发还 我什么都没说哦 因核对外籍配偶外侨居留证 及一亲户籍资料证本 赖清德 郑文婷联合竞选总部成立 赖清德 苏贞昌 游锡坤 林佑昌 陈时中 卓荣泰 蔡世英 洪梓伟 勇敢前行 信赖郑文婷 11月11日我们不见不散 10月2号起65岁以上可以接种流感 肺炎恋求菌 以及COVID-19三种疫苗 请记得期待 健保卡 身份证 COVID-19疫苗接种卡 肺炎恋求菌接种证明 到时候医生将会评估 可以接种的疫苗及种类 如果无法在第一次 完成所有的疫苗接种 也会协助预约下一次接种的时间哦 都给妈妈做了 妈 我去送货 是不是去银行交 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 你是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 你教的爱诚实纳税啊 用这个啦 收到缴款书后 下载行动支付 和电子支付APP 掃描QRQ 就可以马上缴纳 还有信用卡 ATM转账等多元缴纳管道 都可以算定哦 很方便耶 多元缴纳不卡关 一路身上安心GO 交管及为社为理 工期陆续将暗月分区分段施工 部分车道会缩减 部分停车格会取消 请市民多注意 为了卫生和健康 请大家体谅多包含哦 赖清德 郑文婷 联合竞选总部成立 赖清德 苏贞昌 游锡坤 林又昌 陈时中 卓荣泰 蔡世英 洪梓伟 勇敢前行 信赖郑文婷 11月11日我们不见不散 逸政公园早已经成为民众散布运动观景的好地点 但是因为缺乏管理能力 因此容易长长的杂草 就形成不容易管理维护的安全漏洞 因此基隆市议会议长同志委和市议员陈宜 合力推动种植巴西地毯草 方便经常到这里运动的民众组成志工维护 也获得主管公园规划的市政府都发处长回应表示 和市政府种植草皮的想法概念一样 看着美丽的落日夕阳 或是欣赏基隆港山海风景 逸政公园早已经成为民众散布运动观景的好地点 但是因为缺乏管理能力 因此容易长长的杂草 就形成不容易管理维护的安全漏洞 因此基隆市议会议长同志委和市议员陈宜 合力推动种植巴西地毯草 方便经常到这里运动的民众组成志工来维护 如果弄成像花园或者是弄成很多什么走迷宫的部分 基本上第一个没有人来维护 那公园管理科呢 他们长期以来都是被我们信义区四个议员轮流叫来除草 那除非这边是有园丁 当然好啊 可以种植什么迷宫啊 或者是打卡的这个背景 当然很好 但是前提是没有人来维护 那今天呢 陈宜跟议长来这边办一个会刊 也就是说这边的长辈他可以来维护 但是要有很好种植的这个巴西市地毯草 就是不会长太长的草 让他们很好维护 他们都很乐意来维护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边 有这么多婆婆妈妈在这里 就知道我们这边有多少人在运动 而且不分各区都有 那所以益政公园长期呢 因为我们市府就是大概没有办法来管理 那因为现在的使用状况 也不符合我们现在民众的使用需求 也就是我们陈寅议员和陈老师特别建议 我们这个巴西地毯草 所以我们特别商请这个我们都发处 也谢谢都发处处长同意 我们接下来在今年 会进行民众的意见会诊之后 举办说明会完 我们再就可以马上来开始 来做一个这个益政公园的改造工作 我想平坦的草地 让大家都有一个舒适安全的空间 是现在我们基隆市非常重要的一个场域 那我们也非常重视这个议题 议长同志伟也特地邀请主管公园规划 路灯以及交通的市政府都发处 公务处和交通处三处处长一起到现场会刊 都发处长回应表示 议长和议员的建议和市政府 种植草皮的想法概念一样 我想这个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活动空间 那其实当然市政府现在在市区也有做一些 刚刚议长也有提到 我们有在增设一些人工草坪 所以这个概念我想是一样的 那如何提供更多 然后更舒适的一些这些开放空间 或是公园提供给市民 我想是基隆市政府这个责无旁贷 所以这个公园我刚刚也听到了 很多这个市民好朋友给我们建议 包含这个路灯啊 还有周边有一些交通 那我想这些意见我们都会纳入 那刚好我们今年已经有一个规划案了 我们就希望 我们也希望有这个厂商来协助我们 那把大家的这个需求跟这个意见 把它融入在里面 议长同职委也希望市政府公务处 可以在议政公园加装路灯增加照明 另外也建议交通处在议政公园 规划好机车和汽车停车位 而公务处和交通处两位处长都表示 会配合都发处对议政公园的整体规划 配合办理及改善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在市中心区信仪路段的大楼墙壁上 最近出现一幅署名基隆市议会民进党团 内容在讽刺前基隆市长林水木 和代表国民党参选立委的 林水木儿子林沛祥 神也是你鬼也是你的帆布 对此林沛祥和国民党基隆市议会党团 特地召开记者会 痛批民进党团刻意抹黑 拒绝抹黑文明选举 国民党立委参选人林沛祥 国民党基隆市党部主委吴国胜 和国民党基隆市议会党团市议员们 高喊拒绝抹黑文明选举 这是因为最近在市中心区 信仪路段的大楼墙壁上 出现一幅署名基隆市议会民进党党团 内容在讽刺前基隆市长林水木 和代表国民党参选立委的林水木儿子 现任市议员林沛祥 神也是你鬼也是你的帆布 对此林沛祥和国民党基隆市议会党团 特地召开记者会痛批民进党团刻意抹黑 林前市长佑昌卸任未满一年 民主进步党已经开始将现在的交通乱象 怪罪于30年前的建案 默示了林前市长佑昌在过去8年间 对交通的不作为彻底贯彻了所谓的双重标准 也重新改写了所谓的前朝遗毒这四个字 原来民主进步党 他们口中的前朝遗毒 是单指国民党执政的时期 民进党自身执政的时空背景 都可以被忽略 都可以被看不见 都是可以被原谅的 所以说对民进党党团来讲 过去30年是否是一边空白 跨越时空的抹黑 放眼全台 我相信这也是相当少见的遏制手法 另外针对民进党中央最近 把林佩祥标签为舔共反美的指控 林佩祥也反击民进党 只因为参加一次公开的海峡论坛活动 就被操弄政治语言 痛批恶意制造对立不会有未来 不需要特别锁定中国大陆的城市 当然也不需要特地排除中国 这种的交流是有建设性的 它能够促进我们跟不同城市之间互相的理解 而且减少不必要的猜疑跟摩擦 我想这并不是什么舔共的行为 而是出于本事发展人民福祉负责任的考虑 就如同赖清德副总统也曾经说过 他想跟习近平吃饭 对于他追求对岸和平善意的发言 我也不会批评他 赖清德副总统在舔共 我们的目标是寻找具体合作的方向 透过沟通与交流开拓更多的可能性 这种开放的态度不应该被污名化 也不应该被政治操作所利用 这是对基隆负责 也是对整个中华民国负责 基隆市口勤协会将在11月18号下午2点半 在基隆市议会多媒体厅举办 港督练琴公益慈善音乐会 不管是团体还是个人演出 都展现数十年来的演奏功力 有兴趣的民众千万别错过 世界上最长的口琴和弦口琴 一个和弦它有八个口 音色最为厚重扎实的Bass口琴 主要用于蓝调流行乐的十孔口琴 还有这拥有完整音阶能力的 半音阶口琴 进入口琴的世界 美人活力充沛气势十足 数十位乐领者 经过十多年的研修口琴 不只拥有多项奥人的成绩 11月18号将在基隆市议会 举办公益慈善音乐会 透过我们的曲子来传达 给弱势团体的一些关怀 跟感谢那些弱势团体的义工们 他们的辛劳 由首领朋友组成的基隆市口琴协会 将带来多首跨域的精彩曲目 团体个人也将展现最佳的口琴记忆 送出满满的温暖关怀 也期待透过音乐会 让更多人看见口琴的魅力 那我们曲子当然是很有特色 团体的就是合作 低音节奏一步二步整个team 我们也有个人的演奏 第一个特色就是我们属于 一种比较首领的最高年龄 都有八十几岁 我们有七十岁的出国比赛 都有得敏回来 我们吸引一些同好 来加入我们的口琴活动 寫口琴的人 不管是老人小孩 他的人生一定会更精彩 记者蔡小军基隆报导 你会选购一级能效的家电 你会选购一级能效的家电 但你的节奏等级却只有五级 现在开始改变你的用电习惯 冰箱只需八分满 滤网定期两周轻 冷气设定二六至二八度 晚转时间进化一级节奏玩家 关掉冷气 随手关灯 白天到黑夜 节奏不停歇 节奏 从我改变 星期一 多多运动走楼梯 星期二 随手关灯要贯彻 星期三 衣物日晒自然杆 星期四 定期保养勤擦拭 星期五 冰箱秒数认真数 星期六 节奏擦作要使用 星期日 节奏天天是好日